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哪儿 公司哪儿啊 有事吗 没事 挂了 好 好好好 好 太险了 我跟你说啊 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被发现了 不过放心 干吗这么看着我 不 不是你让我穿成这样的吗 我还没问你呢 你让我乔装成这个样子 就是为了瞒着盛哲宁 其实这件事是我偷偷找你的 盛总并不知道 这个是长盛以往的平行资料 您看一下 这个是您的房卡 就辛苦一下夏小姐 在找到星平员之前 这段时间您就先住在这儿 我会尽力 但是你们要找人 为什么会找我呢 我又不是私家侦探 这就不对了 那是因为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发现夏小姐 聪明 灵力 分析能力强 办事能力强 主要是我请不起私家侦探 安安说过 星平员会对酒店的方方面面进行测评 大到酒店的行政管理 小到一个马桶的清洁程度 事无巨细 普通客人应该不会这么关注酒店的地毯吧 可能就是他 可能就是他 正好住我对面 一样 客房服务 酒店的客房服务 也是星平员的重点考察内容 好 保健员 这个星平员工作挺认真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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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你汇报一下 我可能找到星平员了 好 先生 您订的午餐到了 是 盛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就是路过 帮小刘大把手 顺便送个餐 什么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好 你找到的那个星平员 你进来 怎么样 你找到的那个星平员 是盛总 盛总 住那屋 就住那屋 他住酒店干吗 我猜应该是以顾客的身份 来体验酒店的服务质量 来应对星平员的考核 那你们盛总 竟然都这么拼了 为什么你们还要找星平员啊 那也得找啊 谁知道发生什么 以防外衣 刚刚露馅了吗 露馅 我怎么可能露馅呢 是吧 可是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那只是你的预感 对了 餐厅今天新出了几个菜品 我猜星平员晚上会去尝一尝 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餐厅空空运气 辛苦你了 去看看 我的餐车还在外面 我先走了 好 小盛 你怎么来了 进来吧 你这最近做梦总梦见我们家夏浅 满脑子都是她 是啊 看谁都像她 完了小生 你得相思病了 能吗 当然了 肯定是 不过今天你来的不瞧 夏浅不在家 她出差了 出差了 对呀 她出差了 她没跟你说啊 这孩子这 不过你来都来了 阿姨帮忙你 帮你做个币 夏浅爱吃的水果是樱桃 对 冰激凌喜欢吃抹茶味的 喜欢吃玉米 但是她不吃玉米糖呢 她生气的时候呢 喜欢一个人打扫卫生 喜欢看恐怖片 但是呢 看完了又不敢一个人睡 还有 行了 先别记了 我想起来我再给你补充 好 来都来了 帮人帮到底 我给你再发点福利 来 快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 给你看看 这是她六岁的时候 这个呢 是上小学 带红领巾的时候 这个 三个月 这个 这个 她爸这个别看 初中 高中 大学 你看一年一个样 这是在少年空学跳舞的时候 你看 她穿着这个 你这 你自己选吧 这张怎么哭了 这是我也记不得 是哪一年的六一儿童节了 夏浅有个好朋友手伤了 让夏浅呢帮忙带她跳舞 她一口就答应了 结果在台上害怕了 怂了 这是边哭边跳 边跳边哭 我们就给她拍了这么张照片 其实呢 我们家这孩子啊 从小就这样 死去 但凡她答应别人的事啊 不是 再不喜欢 就是哭着 也要给人办办 那就这样 阿姨 我就要这张了 不是 别有这张 这是她的 拿着别的吧 可爱的啊 我喜欢她 谢谢阿姨 老是 老是 乖